各位網友好,華記 今天想和大家呼籲一下 8月24日,星期六 即是明天 正言一個行動就是天下為功 什麼叫天下為功呢? 這裡說了 香港電台廣播處處長 我們全香港的人 希望有一萬人包圍香港電台 希望香港電台廣播處處長 正視一個問題 香港電台已經是一個黃媒的電台 專門搞一些鏗槍集 只是說警察 如何獨打的學生 獨打示威者 如何用黃絲廣播的角度 去報導香港的時事一時一脈 基本上已經瘋了 如果你作為一個香港電台 你不可以這麼偏頗 你一定要持平公正地報導 如果你在香港電台 你可不可以做一段影片 專門說 示威者、黃絲、港獨 用多麼恐怖的手法 多麼殘忍的手段 多麼無理 根本沒有道理的攻擊 他的方法是一級殺警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在上水一枝貼紙插進去 在臨時街西環的暴動 中環的暴動 全部都是一級謀殺 對警察這麼嚴重的傷害 但是你香港電台就完全不報 只是報了一面 基本上 沒有了一個中立的角色 所以明天我呼籲大家 在星期六 在星期六 由德哥 政賢德哥 下午星期六的三點 去這個香港電台 給一些意見 給我們的港破處處長 知道 希望處長 正視這個問題 一起去天下為公 那些電台傳媒 全部都港獨黃絲播毒 是不行的 我們希望 如果你是做一個鏗槍澤 或者專門做一些 警察是怎樣打警察 或者警察是怎樣打示威者 你都做一條示威者怎樣打警察 以及你說一下 為何你的示威者 要解釋警察的家屬 就來開學了 你們必禍及妻兒 這些全部是白色恐怖 根本上現在你的示威者是離譜 誰父母是做警察 就像豬狗族一樣 要殺人家 要排斥人家 迫到人家 精神有問題 迫到人家 情緒好有問題 首先要正視一個廣播處處長 好,我們天下為公 明天 多謝